那时候,有几个经士和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希望你想一个奇迹给我们看 他回答他们说 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奇迹 除了约纳限制的奇迹以外,没有其他的奇迹 约纳在大渔府中三天三夜 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 审判是尼尼威人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听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 现在,这里有一位比约纳更大的 审判是南方的女王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撒罗曼的智慧 现在,这里有一位比撒罗曼更大的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孩子们 你们每天来学校里准备开圣体,开奸阵,是不是? 是 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跟你们一起祈祷 开圣体 就是第一次领圣体 圣体就是耶稣 我们到耶稣跟前 愿意跟祂做朋友 你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的人吗? 离我们现在有多少年了? 两年了? 四十年 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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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四十一年,那是多长? 不知道 今年是多少年? 2017年 啊,很棒 2017年 那么,你们知道从哪开始的吗? 2017年 就是2017年 从哪开始的? 从耶稣诞生开始的 耶稣生下来那一年 因为祂太伟大了 后来大家 尤其那些历史学家 最后他们说 我们要纪念耶稣 怕人们忘了祂 把祂诞生的那年 就定作公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第一年 那么你们说 耶稣离我们现在多少年了? 两年了 17年 这么聪明 我一说就明白了 有人说两年了 有人说四十一年了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告诉我 五岁 不对 所以2017年了 耶稣很伟大 祂在世界上活了多少岁啊? 三十三岁 正确 祂活了三十三岁 祂都做什么了呀? 宣讲福音 传教 祂怎么传呀? 祂怎么传 祂怎么传 讲什么? 讲故事 讲比喻 还做什么? 对了 刚才你们说 耶稣传教的时候 祂会像神父一样讲道理 很多人 祂走到哪儿 很多人 跟着祂 祂就讲道理 但是除了讲道理 还做什么? 宣奇迹 宣奇迹 宣什么奇迹啊? 变水为酒 然后五饼二鱼 还有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怎么都是男孩们在回答呀? 女孩们呢? 声音大一点告诉我 耶稣想什么奇迹啊? 是不是女孩们害羞? 什么呀? 诶 有一次有一个瞎子 他能看见吗? 不能 不能 可是他听外面很乱 人们跑来跑去 后来他说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有人说 有一个叫耶稣的来了 路过这里 他说哇我要去 别人说 你什么都看不见 还得拉着你 去那儿就多晚了 也到不了跟前 你就在家里待着吧 不不 他就扶着墙 然后慢慢地往外走 诶 听到前面好像有人来了 很多人 他就喊 耶稣可怜我吧 耶稣可怜我吧 耶稣停住 说谁在叫我 然后回头看 在那个角落里 比较远的地方 有这个瞎子 耶稣说叫他过来 他就过来了 耶稣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呀 你们想 他愿意叫做什么呀 他说 主啊让我看见吧 耶稣说 好 你相信吗 我相信 那好 你看见吧 耶稣把手放到他的头上 放到他的眼睛上 随后他就看见了 就这么简单 还有 还有别的奇迹吗 谁能再给我提醒一个 死人复活 那个死人是什么样的 那个死人是什么样的 死了就不动了 是吧 我不是说的那个意思 那个死人 耶稣 他复活过三个死人 有一个像你们一样 是一位小女孩 十二岁 你说爸爸妈妈爱她吗 爱 等她病了 病得很重 后来 她爸爸就跑去找耶稣 结果找到耶稣说 我的女儿病得很重 快要死了 耶稣说 我去治好她 耶稣就往那去 结果 到那以后 家里已经很多人了 有的人在哭 有的人在吹那个乐器 有的人在做饭 已经怎么了 已经死了 耶稣说 哎呦 怎么这么乱 你们出去吧 没事 还是睡着了 哇 大家都在笑耶稣 他连死人他都不知道 还以为睡着了 这时候耶稣就进去 进去以后 站到床旁边 她的手 拉住小女孩的手 耶稣不是讲中文呀 耶稣讲她的母语 是犹太话 她因为是一个犹太人 是一个外国人 她 那时候她说 Talitakum 意思是 小女孩 我命令你起来 哇 这时候小孩就睁开眼睛 坐了起来 哇 她的爸爸妈妈在旁边 看到以后会怎么样呀 非常高兴 可是耶稣这时候 你看 耶稣的心 是那么的美 那么的细腻 耶稣说 快 给小孩吃的 去做饭 做他最好吃的 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因为在生病的时候 就没吃饭 是不是啊 快给他做点好吃的 给他吃的 小孩就起来 这是第一个奇迹 还有一次 由耶稣走路 前面有一个送病的队伍 知道什么是送病的吗 知道 死人了 大家 亲人们 乡亲们 都跟着 往外走 每个人都哭得很惨 为什么呀 因为死的那个人 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而且他的母亲是寡妇 意思是他爸爸早就去世了 只是妈妈和儿子 你们说这个家庭可怜不可怜 妈妈把他养大 将来自己老了 让儿子照顾自己 结果自己还没死 还是死了 耶稣看 所有的人都哭 耶稣本来要去别的地方 但是耶稣就走不动了 耶稣站在那儿 很难过 随后耶稣就上前去 那些抬棺材的人 就站住了 耶稣走到前面 用手按住棺材 然后说 青年人 我命令你起来 你们说他起来了吗 起来了 耶稣一说话就那么管用 他就起来了 然后他把他交给他的母亲 哇 那么多人在大街上都看着 啊 耶稣这个人是谁呀 这么厉害 哎 我讲了几个死人复活的奇迹了 还有一个 是不是啊 那个可不是一般的人 是耶稣的好朋友 耶稣经常去他家吃饭 叫什么 拉萨路 哦 有人说叫波多路 有人说拉萨路 哪个队啊 拉萨路 拉萨路 那波多路是谁呢 是耶稣的徒弟 啊 对 那个 拉萨路是耶稣的朋友 每次耶稣上大城市 叫耶路 去过战礼的时候 都住他家 他有两个姐姐还是妹妹 把房间收拾得很好 很干净 做很好的饭 让耶稣吃 他们爱耶稣吗 爱 跟耶稣很熟悉了 每次耶稣来住他家 在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结果有一天 耶稣正在很远的地方讲道 有一个人跑来 说老师老师 大事不好了 说怎么了 你的朋友 拉萨路病了 好 耶稣说 没事 我还在忙 过几天再说吧 好 那个人 恐怕过几天就晚了 耶稣说 你先回去吧 他就回去 回去了 说老师呢 老师没有来 老师在忙着 哎 这个人就死了 死了 又放了几天 出病 然后埋了 等过了四天以后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姐姐妹妹听说 耶稣来了 有一个就跑去迎接他 哎呀 老师 如果你在这里 我的弟弟不会死 耶稣说 没关系 死了还会活 他说 哦 我知道 几万年以后 可能世界末日了 那时候 所有死过的人都会活 但是 我还是觉得很可惜 那时候你不在这里 耶稣说 你没把他埋在哪了 我去看看 这时候 所有的人听说 耶稣来了 都在哭 耶稣也掉泪 因为是他的朋友 这时候 他的姐姐说 不要去看了 已经臭了 因为夏天 天气很热 耶稣说 不我要去 到那里 那个石头 盖着那个坟墓的门 那个坟墓不像我们的 挖一个坑 把死人放进去 然后用土填起来 他们是一个山洞 里面是空的 把人放进去以后 用石头就堵住了 耶稣说 把石头打开 很多人来就打开 然后 耶稣就祈祷 耶稣说 父啊 现在请你听我的话 我求求你了 你做这件事吧 很多人更知道 你是全能的天主 只有你是真的神 耶稣做完祈祷以后 大声地喊了一声 拉撒路出来 这时候 拉撒路就慢慢地坐起来 身上还缠着布 头上还蒙着布 耶稣说 快 给他解开 不然他能走路吗 不能 只是坐了起来 为什么我刚才 我讲到这些 我刚才问你们了 耶稣他想奇迹 讲道理 今天呢 耶稣同样活着 你们为什么要领圣体 使这样的一个耶稣 要到你们心里来 你是瞎子 你是笼子 你有别的问题 有别的困难 你们可以找耶稣帮助吗 告诉我 耶稣能不能帮你们 所以你们要准备领圣体 渴望耶稣来 他来了 有什么尽管跟他说 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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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